跟你講在集結獨派嗎 才說要特赦阿扁賴清德 在特別北上閉門拜會李登輝 阿輝伯啟免賴清德 說出民進黨的存在價值 以及國家未來發展方向 這是一個國寶 更何況他擔任過台灣的總統 我今天來是基於 我要競選總統 然後請議前總統 希望李總統能夠給我一些指教 雙方都在爭獨派 然後彼此互相操車 可是在這樣操車下去的結果 民進黨自己會翻車 搶2020總統門票 台獨工作者對上辣台妹 民進黨妹爆內訌 我們現在正走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 我們一定可以持續的一起往前走 迎戰獨派集結 小胤夜出招 除了派出北中南年輕世代 大政仗林表參選 也使出立委助陣 換年大勝利 堅持挺小胤 23位民進黨立委 站在立法院前舉牌聯合 喊團結 和賴清德同為心系的花媽 也在臉書 PO文加油支持蔡總統連任 小胤同時宣布 將購入F16V戰機 強化國防能量 聯合美方轉身勢 出城2020蔡賴先對決 只是最新民調不管是蔡英文還是賴清德 都遠遠不及 喊流當道 這是他們民進黨的家務事 好不好 他們民進黨那些自然會有個機制跟協定 現在哪有心思去想到那麼多 現在就是你看我每天都在為高雄在衝刺 綠營黨內上演廝殺 勇著高民調 綠營最強棒 韓國瑜才是綠營怕的最大咖 記者史文賢重遇SA小組台北採訪報導